你知道现在国外养狗都卷到什么程度了吗 先看视频 这只会跑酷的边木叫忍者 它本来只是一只平平无奇的边木 奈何摊上一个爱玩跑酷的蝉屎官 于是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忍者的主人每天带着忍者一起训练 拉体能 三级跳 走梅花装等等 经过忍者主人耐心且系统化的训练之后 忍者真的就学会了跑酷 我们都知道边木是全界第一智商 本以为只是聪明能听懂人话而已 看了忍者才知道 边木的能力超乎我想象 恕我之言 忍者玩的东西我一个都玩不好 唉 原来我狗都不如 更令人发指的是 忍者主人教会忍者跑酷之后 居然开班授课 要让更多的狗学习跑酷技能 然后真的就有狗报名来学习跑酷 忍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只金鞭的跑酷私教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以后的边木要是不会点后空翻 胸虎碎大师之类的技能 那让主人的老脸往哪搁 这个时候我就要向你推荐一下二哈了 因为没有人会要求二哈去学道立后空翻 只要他不拆家 就足以让你受到众多狗友的膜拜 所以我说养二哈才是最有解 有问题吗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爱护我 Race by